好 继续 那么基于这个I和φ的一个六手螺旋关系 我们得到了φ的参考方向 那么基于E和φ的一个右手螺旋关系 我们得到了E的参考方向 在这个参考方向下 我们得到这么一个式子 如果说这个电感是一个线性的话 ψ和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呢 我们假设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 看成是一个元件 看成是一个元件的话 那么我们更习惯于用这个关联参考方向来研究它 我们更习惯于用U而不是用E 用关联方向来研究它 电流从电压的正流进去 电流从电压的正流进去 那么在这种关联参考方向下 U和E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U是等于负的E的 所以U等于LDI比T 这也就是推导得到了我们 大家熟知的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在我们以后不画绕像 不用画绕像了 在关联的参考方向下 电压电流的关系 是U等于LDI比T的 就是简单复习了一下这件事 这件事情 等会我们在护感的时候 还要重新再得到 好 现在我们来说护感 那么护感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先 这里面有一个电流 有一个电流的话 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磁感强度 磁感强度有了以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磁通 这个磁通呢 它就会流过电流所在的这么一个截面 那么呢 就是由于它这个是有很多杂数嘛 它这个链接的杂数就是磁链 那么这个磁链 这个E的下标就是由一线圈 第二个E是由一线圈产生 第一个E是通过一线圈的磁通 这个是由一线圈产生 与一线圈相链接的磁链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这是PsiEE比成IE 这个都没问题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在这个棒上 还有另外一个线圈 还有另外一个线圈 那么呢 这个磁通它就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由一线圈产生 由一线圈产生 通过二线圈截面的磁通 我们管它叫φ21 这个下标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一线圈产生通过二线圈 我们管这叫主磁通 还另一部分产生呢 是另一部分磁通呢 是由一线圈产生 不通过二线圈 而自己闭合的这么一个磁通 这个我们管它叫漏磁通 那么我们主要来说 这个当然是二者之合是整个的 那么我们主要来说这个主磁通 那么由这个主磁通就可以得到 由一线圈产生与二线圈相链接的磁链 是φ21乘以N2 与二线圈链接的磁链 那么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电流 在这里就出现了另一个磁链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磁链 比上这个电流的这么一个原则 我们可以定义出一个类似于电感的这么一个值 那么由于这是一线圈和二线圈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它是一个护感 我们定义它是护感 二一就指的一线圈电流在二线圈产生的磁链 那么一线圈对二线圈的护感是这样 那么有了这个护感以后呢 我们可以管它叫做一线圈的字感 同理也有这个线圈二的字感和二对一的护感 这都是完全可以定义出来的 好了 那么有了这件事情以后呢 这都是我们的定义了 首先我们说一说单位是亨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呢 这个性质呢 对于线性的来说 这二线是相同的 M1 2等于M2 1 那么这一点来说呢 电路这个课程里是挣不出来的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以后学电磁场课程的话 会对这个有一些讨论 你就接受它吧 这二者是相同的 就是说一线圈产生的 这个一线圈对二线圈产生的一个护感 与二线圈对一线圈的护感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说这个护感呢 只跟尺寸位置和这个磁导率有关 跟其他的跟你家的电流 跟你外施加的电压都没有关系 那么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护感是跟两个线圈杂数乘积 是呈正比关系的 字感是跟某个线圈杂数平方 是呈正比关系 那么我们在教材的附录A里面 基于一种最简单的情况 对于这个结论做了一点推导 从最简单的情况来证明了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讨论相对复杂一点的情况的话 那么还是要看电子上的书 但是这个结论的记住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这个结论记住并不复杂 电感是跟杂数的平方成正比的 好了 有了这些事情以后 我们还可以定义另一个东西 叫做偶合系数 Coupling Coefficient 那么它定义就是这个护感 比上二者自感的成绩在开根号 那么根据这些式子 根据这些式子 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带到里面 就知道这个式子是小于等于一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护感 它不可能做的比这二者 如果说这二者是一样的 两个电感线线全是一样的 你护感不能比原来的电感还大 这个是不合道理的 它最多就跟原来是差不多的那么大 一样那么大 那么把这个式子带到这里面 大家可以简单的推倒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那么好了 那么这个偶合系数是小于等于一的 这是大家需要记住的一件事情 那么不大于两个的几何平均值 这也是一个从这个式子得到的 那么偶合系数 那么如果说是全偶合的话 就是这个L1如果等于L2的话 那么这个护感等于电感的话 我们管这个叫全偶合 那么二者是没有漏词的 那么这个护感对于我们来说 变压器是最常见的一种利用护感 来传输信号传输能量的一种工具 那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需要避免 比如说在这个家庭装修的时候 那么很注意的就是说 你这个电话线 这个TV cable和你这个网线 是需要跟你的电力线相垂直的 这种情况就跟我们说 合理布置线圈减少相互护感 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我们这个也简单的可以用这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线圈 它的这个磁场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线圈磁场是这样 如果二者是这个相垂直的话 那么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就比较小 跟这也有一定关系 好 我们下面重点来说说这件事情 护感电压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更为重要的还是说 有了护感以后 怎么根据护感把它的电压写出来 因为我们在电路里头始终是在算电压 算电流的 回顾一下 爱一和败二一强调 败二一就是一产生通过二的那些败 那么爱一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败是这样的 流过来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无穷的磁导率 就是磁场永远在这里面流 不会出去 假设这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磁导率 磁场是这么流过来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一样的这个情况 如果败是这么定义的话 我要用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 那么一定是这样 这个拇指方向是这个φ的方向 然后这个绕线方向是这个电位增加的方向 所以的话 E应该是哪个为正 下面为正 E的方向是增加的方向 所以下正上负的情况下 是有E等于负的dipsi dt 得这么一个视力 那么如果说我要用这个二端口的思想来考虑的话 左边是上正下负 右边也是上正下负的话 那么显然有U21等于负的E21等于MDI dt 这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 没问题 好了 我们来看另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这边的绕线方式完全一样 这边的绕线方式反过来了 这边的绕线方式反过来了 我们用相同的推导 I1和φ21右手螺旋这样过来 没问题 那么这个φ21和E21也是右手螺旋 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E应该怎么着 参考方向 应该上面是正的 对不对 应该上面是正的 在上面是正的参考方向下 有这么样一个式 有这么样一个式 那么好了 我们刚才我说了我们的习惯 对于这个来讲是用二端口那种思想 右边也是上正下负的U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个时候的E21就等于U21了 等于负的MDIEDT了 这个推导都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问题 这个推导就带来了一个 另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啊 你这个护感电压的方向 因为我们在电路里面是不怎么用E的 我们一般来用U 我们更感兴趣的U21和I1的关系 U21和I1的关系 你现在这个护感电压的方向 有时候等于正的MDIEDT 有时候等于负的MDIEDT 那么它跟绕向有关系 那么这个事就就比较比较讨厌了 就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如果说要让你算一道带护感的电路的话 那么原则上来说 我就需要给你把那个护那两个线圈的绕线方式画出来 对吧 那你才能够知道他这个感应的是怎么样 这就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 有怎样的记忆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不用画绕像就能够得到 这就引入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DOT Convention 关于一个点的一个约定 我们在中文里管它叫同名端 那么先说说同名端的定义 再说说我们怎么根据同名端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不画线圈的绕像得到 这边有一个电流 那边的电压是正是负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先说定义 两个电流分别从线圈的对应端子流入 某个 这边有一个电流从这个端子 那边有一个电流从那个端子 这两个电流流进去 如果说这两个磁场 这是一个磁场 那也是一个磁场 在相互加强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的端子成为同名端 我们举例子来说 这是比较好办的 根据绕法确定同名端 看这个例子 假设这有一个电流 从这流进去 它产生的磁场是这样 没问题 那么很显然 对于线圈二来说 应该从哪流进去才能相互加强呢 从上面流进去才能相互加强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就知道 这个端和这个端是同名端 对吧 这是根据同名端的定义 我们很简单就能够知道了 就是如何根据绕法确定同名端 根据它的定义就知道 记住啊 我们还没有解决 如何去掉这个绕线方式 就能知道不敢电压 但是这是先绕了一个小弯 等会会得到 那么很显然 另外一件事 你可以假设电流从这流进来 你也可以假设电流从这流进来 这个无所谓啊 如果电流从这流进来 就是这样 对吧 那它那个就是那样 那所以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你可以化成这个和这个 你当然也可以化成这个和这个 这是你随便的啊 这是你你觉得怎么化都可以 当然了 你如果说指定某一端是同名端的话 另一个线圈 哪个是与它相关的同名端 那就唯一确定了 好了 我们换另一个啊 这个我们假设它是同名端的话 那么好了 这样 那么它很显然要从这流进来 是这样 所以呢 它和它是同名端 类似的啊 这两个是同名端 强调啊 同名端必须两两确定 两个是同名端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还要再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两个线圈不是有两个同名端吗 两个dota吗 对于某一个线圈来讲 你拿哪个端当这个dota 是无所谓的啊 是你随便的 你任意指定了一个dota以后 另外一个线圈的dota就随之确定啊 好 我们再来看看例子啊 这是这个 从这流进来 那么 假设啊 我们任意假设 假设它是同名端的话 那么它这个磁场方向 就应该是这样 我们认为这个导磁率是无穷 它只在里面流的话 那么它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这么流进来 跟它是加强的关系 我们看三个线圈的啊 这个是在电力的变压器里 是经常出现的 三绕组变压器 那么三绕组变压器呢 就是说啊 我们假设啊 这也是任意的 这是随便指定 它是这样的话 那么对于二来说 同名端应该是哪儿 应该是组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说想研究一和三的关系 我也假设这个是任意啊 可以任意假设这个的话 那么对于三来说 同名端应该是几 应该是右 好 那么对于二来说 我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 三来说也是右 对吧 这个因为两两之间都有啊 所以你应该有三组 那么好了 我们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啊 如果说啊 三个绕组之间的两两关系呢 可以确定啊 另一组的话 就是说我根据啊 这个一二和一三 能够确定二三啊 这个就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呢 我现在呢 就只用画三个点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 你现在不是画出了六个点吗 我呢 实际上来说啊 只要画这三个点就可以了啊 这是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 好 接下来是我们更感兴趣的 就是说 你现在给了两个线圈 给了两个绕法以后 根据我们说啊 电流啊 和这个磁场相加的原则 我们可以确定出同名端 那么你有了同名端 怎么能够确定互管电压呢 这是我们更感兴趣的事情啊 我们来看 通过这一篇就能够知道 我们假设啊 电流从这流进来啊 这个磁场是这么走 这个电流从这流进来 同名端是这样的 好了 电流从这流进来啊 这个电压 我们刚才的结论是m等 U21等于mdi dt 这个是我们刚才推导的结论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的同名端 我们假设电流从这流进来 在这儿画了的话 这个同名端就应该这样啊 这样才行 好 这是这样啊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推导的结论啊 如果说这个是从这流进来 这是上证下负的话 是负的mdi dt 这都是我们刚才推导的结论 现在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成两步来看 第一步是我们给了你一个线圈 这个线圈是告诉你绕法的 那么好了 你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件事情 你肯定能够根据绕法确定同名端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确定了 那么第二件事情 是往往大家做题的时候 或者说你看某一个电路 看某一个实际电路 更常用的一个方式的是什么呢 是人家那个线圈或者变压器的制造商 已经告诉你了谁和谁是同名端 体力告诉你了谁和谁是同名端 变压器制造商告诉你了谁和谁是同名端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够总结出一个规律 得到根据同名端总结出规律 得到这个护感电压吗 你看 我们假设电流都从同名端流进去 某一个线圈的同名端流进去 那么在另一个线圈 如果说护感电 这都是护感电压 这个护感电压是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话 那么它是正的 那么如果说在另一个线圈上 护感电压的参考方向是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的话 它的参考方向是负的 这个结论是你通过观察得到的 这个结论是很重要的 这规律就是说 如果说电流的参考方向是从同名端流进去的 我们说的全是参考方向 电流从同名端流进去 电压是从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话 那么这个护感电压是一个正的指 这个结论是很重要的 那么就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经常遇到的是这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别人帮你干好了 就是别人你卖给你的东西 已经给你在变压器上 你买到的变压器 已经给你打了两个点了 已经告诉你了 这两条线之间是同名端 你接下来就可以利用这个关系 得到他们的变压关系 我们看几个例子 对于它来讲 从同名端流进去 从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正的 对于它来讲 从同名端流进去 从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 所以它应该是个负的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现在情况复杂了 有I1 有I2 都有了 两个都有 刚才只是一个 现在都有了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 而且这个U1 这个U2 也不再是护感电压了 而是整个的电压了 整个的电压 那么我们看 对于这个来讲 对于这个来讲 对于我们看左边了 做一个KVL 这边是U1 这边一定等于两项 一项是什么呢 一项这个I1流过L1的一个压降 它是一个压降 那么实运就是L1-I1-T 没问题 那么另一项是什么呢 是I2从同名端流进去 对吧 我假设一个参考方向是上正下负 在这边上正下负 产生了一个护感电压 那么它当然应该等于M-I2-T 它是一个正的 所以应该是M-I2-T 是一个正的 那么这边也是类似的 我们就不说了 好 我们来看这种情况 这个 我们都用那个二端口的方式来画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来画 那么对于它来讲 对于它来讲 也是肯定是两项KVL U1等于I1 L1-I1-T 没问题 因为它UI是一个关联参考方向 那么它的护感电压 如果说我也是上正下负 为什么我也是上正下负 我应该 因为我想知道U1等于什么加什么 对吧 如果我想知道什么加什么的话 第一个什么就是L1-I1-T 第二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上正下负参考方向的护感电压 那么如果说是上正下负的护感电压的话 根据这边同名端的定义 就应该是负的 这个MDI2-T 对吧 负的MDI2-T 那么这边呢也是类似的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 我们现在看另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情况 这个这边啊 不是规范形式 电流从这流进来 电流从这流进来 我们看啊 它对于我们这个式子有影响吗 是有影响的 你看 他对于这一项是没影响的 这是他自己的 对吧 这是他自己没影响 但是他会影响他 就是他在上正下负的时候 他是从同名端流进去的 所以他应该变成是一个正负 对吧 那么这个这个改变对于这一项有影响吗 也是有影响的 他的影响不在于护感 因为护感是由这边定的 对吧 这边的参考方法没变 他总是从同名端流进去的 他总是指的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的 因为你得这么留啊 对吧 你得这么看 他总是从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 所以他这个总是负的 但是由于他的方向改了 对于这个L2来讲 它是一个非关联了 它是一个非关联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要变成一个负号 所以大家下面要来复习啊 就是变成这个I2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是正的 这个为什么变成负的 为什么这个不变成正 你要去复习 那么正线分析中向量的形式 我们就不仔细说了啊 把所有的这个微分变成Jω 就直接得到这样的事 这个是我们更常见的 大家需要熟练掌握啊 我们来来举几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 列写回路电流方程 这是我们原来经常练习的啊 现在你看啊 我先假设回路电流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得复习一下啊 复习一下这个回路电流法 回路电流法是在干嘛 回路电流法是在以回路电流为变量 来列写KVL方程 对吧 那么你以回路电流为变量 从原则上来说 用回路电流来表示支路电流 用支路电流来表示支路电压 把那些支路电压沿着回路电流方向加在一块等于0 这就写出了回路电流方程 那么有没有护感以后啊 它是有区别的 它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如果说你这 我们说回路电流全是虚拟的电流 全是听话的电流 这个回路电流子从这流进来 不分叉从这流出来 这个回路电流子从这流进来 不分叉从这流出来 这些听话的电流 Ib从这流进来了以后 一定会在这边产生一个左正右负的 Jωmib 这么一个电压 对吧 它一定会这样 那么Ia从这流进来了以后 它一定会在这边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JωmIa 那是肯定的 因为你护感存在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跟原来就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推荐大家啊 分成两步来写 第一步不考虑护感啊 我们假设这个M不存在 然后再单独的考虑 那么假设不存在 这块啊 复习一下 就是自电阻啊 自电阻是R1加R3加上JωmIaL1加JωmIaL3 再加上护电阻 护电阻有正有负 取决于在这个相邻之路上 是同向还是反向 所以它来讲是一个同向 所以护电阻呢 是护阻抗吧 护阻抗是一个正的值 那么再啊 这是这也是啊 这个线区 这个回路也是这样的 那么再考虑这个护感 刚才我们也分析了 两个呢 分别是正的值 分别是正的值 那么这是我们写完了啊 另一个结论 就是有护感的电路啊 我们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在电路分析里 还是比较强调节点法的 对吧 比较强调节点法 为什么我们说不列写一个节点方程 就是在这儿啊 有一个参考节点 为什么不在这儿列写一个节点方程 节点法的本质是什么 是以节点电压为变量 列写KCR 那么你的这个本质过程是什么呢 你用节点电压来表示支路电压 支路电压来表示支路电流 支路电流支合等于0 写出KCR方程 对吧 但是你现在以节点电压为变量了 你能够很方便的写出支路电流来吗 这个事有一定难度 对吧 就是说你现在指这个逻辑关系是必须得是 你知道这个电流了 你才能知道这边的电压 对吧 是这样 所以对于他来说相对有一定难度 相对有一定难度 当然还有别的处理方法 我们在本科生这个电路课程里就不说了 但是你要记住就是列写 不像回路法那么方便 记住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比刚才复杂的多的一个电路 刚才我们只是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护感 现在三个线圈之间 两两个有护感 两两个有护感 我们还是用回路法来分析 还是用回路法来分析 那么回路方向还是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我们还是刚才那个思路 就是先不考虑护感 再考虑护感 那么这个字组抗很容易写就是四项 互组抗也很容易写就是两项是相同的 现在大家想一想 你这个带护感的那个电压有几项 分别是谁和谁 是什么正什么负 想想有几项 几项 我等于说四 还有别的说法吗 几项 就四项 我们来看啊 是不是就四项 首先 这个电流 IA从这流过去 我们看这个M31 IA从这流过去 一定在这个线圈上有一个电压 对不对 那么根据我这个寻行方向 它应该是一个正的还是负的呢 应该是一个负的 你想啊 我们考虑这个 就是IA从这流进去 在他上的电压 因为他的 就是他从 他从这个同名端流进去了 对不对 但是他的这个参考方向应该是上正下负 在这边对吧 寻行方向上正下负 但是他这边同名端在这 所以首先这应该是一个负的 负的这么一个 那么其次 IA留过了他 他反过来得在这有一个对不对 好了 留过他在这有一个 那么他从我们现在设这边是同名端 这是一样 他是同名端 他就是同名端 这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从同名端流进去的话 他也是左正右负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负的 这个没问题 这是两个了 好 那么他自己的就这些了 现在我们来看 IB从这流过来 他 看这两个 这个对这个要有一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他从同名端流进去 所以他的是左正右负 对不对 所以他是正还是负 是一个正的 正的M12 这个IB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他从这流过来 他从这流过来 对于他呢 也得有一个 对不对 他从这流过来 对于他得有一个 他从同名端流进来 他的寻星方向是这样的 所以应该是负的M23 比上IB 对不对 好像还没完吧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上面的这个 对吧 还有上面的这个 就是他从这 他从这流过来 就是IB从这流过来 这是同名端 这也是同名端 刚不是说了吗 这是同名端 这也是同名端 就是他从这流过来 他寻的这个寻星方向 还应该有一个 就是这个电流 在这应该还有一个 不概念 所以是个负的 我们刚才讨论过 为什么就是 所以他是有五项 有五项 那么这个 也是有五项 类似的 你接下来 来来来来 来把这五项写出来 容易出错 比较麻烦 我们下一节课会讨论 怎么使得这个容易出错 比较麻烦的过程 简化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 我们来看第三个例题 又跟戴维南扯在一块了 来看看戴维南 所有元件的参数全告诉你了 OmL1 OmL2 OmM全知道了 R1 R2全都知道 US等于6V 有效值是6V 球从这看起来的 戴维南等效 那么就分子求吧 UOCRI 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 就求出UOC 求出RI 那么你怎么算UOC呢 这是开路的 你看 我这里 一下子就写出了这么一个式子 算UOC很显然 应该等于这块电压 加这块电压 对吧 你想知道这块电压 一定得知道这个电流 但是为什么 我在这里一下子写出这么一个式子 电流等于电压 比上R1加R2加JωL1 你没有护感什么事呢 对了 因为你 你这边没电 就是护感 它一定是 它一定是得有电流才会有护感电压的 对吧 就是你在这儿 没问题 有个电流 你在这儿一定有个护感电压 但是你这是开路 你这是开路 这是没有电流的情况下 在这儿是不会有护感电压的 所以你算这个里面是没有护感什么事的 你把这个电流能够算得出来 算出来 那么算出来以后 算UOC UOC 它上面的电压就不是零了 不是零了 因为它有电流了 它电流从这儿流进来 如果说我的参考方向是这样的话 那它应该是一个正的 JωM乘I 正的JωM乘I 就是I JωM乘I 加上R2乘I 这个式代价是这样 这个没问题 UOC算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算这个 这个 内组R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 这个 还没有什么太简单的方法 虽然下节课我们会有一些简单方法 目前还不行 我们就加压求流吧 加压求流 把这个电压电流都算出来了 就应该没问题了 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画的这个回路方程 回路电流的选择方向 回路电流选择方向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说我们在讲回路法的时候和在讲这个的时候 有一点点思路稍微有点改变 就我们在回路法是有一点技巧性的强调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要选王孔的话 那么好了 你就全选顺的 或者全选逆的 这样就带来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是 你的护电阻都是负的 对吧 这个好记吗 这跟那个接电法好记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给出的这种回路法的这个这个护感的我们给的不完全是这样 我们给的总是是什么规律 我们总是画的是从同名端流进去的 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实在做不到也没办法了 太多了没办法 如果能做到我们总是画从同名端流进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个护感电压总是正的 这个就我们比较好弄 这是从同名端流进去的 这两个怎么得到 我们就跟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就不说了啊 这两个是容易得到的 得到它了以后 就容易得到这个爱灵 那么这个幽灵比上爱灵 就得到这个路端组 下节课也是 我们对于这么一个电路很容易就能够求出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路端阻抗了 好 我们再讨论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如果说啊 这是一个黑箱 就是说我刚才不说了吗 对于你买的那个变压器来说 人家就会告诉你了 这个点 这个点 给你打个点 告诉你了 这两个是同名端 那么你这边接了一个 这边哪个正哪个负 你就能够知道了 但是有时候啊 这是很麻烦 年久失修 这两个点被磨掉了 那么你就有时候就需要一种手段来测出来啊 你知道这两个是一个线圈 这两个是另一个线圈 你需要能够测出它的同名端 我们来看 这是不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我们看怎么来做啊 电源接一个线圈 接了一个线圈 这是一个直流电源 这是一个开关 需要用到一点动态的知识 那么呢 我们任意假设这点是同名端 因为我们说了 对于一个 两个线圈的一个来讲 随便 哪个都无所谓 我们假设接到电源正的 这个是同名端的啊 一个 那么呢 这边呢 这边接一个直流的电压表啊 这个就是有正有负的那种啊 不是侧有效值的那种 有正有负的 接另一个线圈 你看 就是在核闸的同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核闸的同时啊 核闸的同时啊 这边电压表是个开路了 这个什么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边对这边是没反应的 只会这边对这边有反应 那么核闸的同时 这个地方是把一个电源 当然有一个内组了 把一个电压源和一个内组连到一个电杆上了 这个电杆上的电流是会怎么样的 对吧 它是这么样一个增长的趋势 对吧 不管怎么样 DI-DT应该是大于0的 对吧 DI-DT大于0 根据我们刚才实域那个知识来讲 那如果说你这个电流是从同名端流进去的话 你的那个那边如果说是同名端是从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U应该是M正的DI-DT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一个正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这个电流增加DI-DT大于0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正的恰巧接到了真正的同名端的话 那么它应该是一个正偏 对吧 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很不幸接反了也无所谓 它是一个反偏 所以你就能够知道通过正偏反偏就能够测出来 好 然后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件事情 等效 这个呢 是如果说啊 我觉得啊 通过我们刚才的讲述 就是说 你如果说啊 对于两个线圈来讲 电流从一个线圈的同名端流进去 它在另一个线圈上会产生一个 从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Jωm乘i的一个护感电压 你对这段如果说接受的很好了的话 没问题 那么如果说你对这段还 我说的话 你还理解不是很好的话 我说这段 对于你接下来分析含护感的电路是有帮助的 我们来看 这个式子是我们很容易得到的 这两个式子很容易得到 那么什么呢 就是我们观察这两个式子 这非常像什么呢 非常像我们在非线性电阻电路里说到的 根据这个式子 我写它的等效电路 对不对 我根据这个式子写等效电路是什么呢 这显然是一个KVL 这是一个电压等于两个的串联 这是一个电压等于这个加这个 对吧 那么这个Jωl1乘i 显然就对应着 这是一个阻抗 它的阻抗值是Jωl1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显然可以用一个 什么 一个流控电压源 对不对 一个流控电压源来表示 就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这边也是类似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刚才那种 根据同名端来确定护感电压不适应的话 你可以每拿到一个同名端 就把每拿到一个带同名端的一个护感线圈 就画出两个流控电压源来 这样的话呢 你写方程啊 求解也都不会有错 当然前提是你这个 根据同名端把这个正负 流控电压源的正负 不要搞错 前提是这样 那么类似的把它反过来啊 把它用电压来表示电流啊 这么一个方程呢 也可以得到另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就不是那么太重要 一般来说 你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说另一件事情啊 串并联 就是我们知道了两个 两个线圈都是成护感的 我们把这两个有护感的线圈 把它串联起来 把它并联起来 会怎么样 对外的等效会是怎么样的 这是我们往往感兴趣的 好 第一件事情 是串联啊 把这么 这样 变起来了 A和B是对外的 那我们管这个叫串联 第二件事情呢 这个 这样的 我们管这个叫并联 A和B对外 我们先来看串联的 串联是比较简单的情况 这是一个护感性圈 这是另一个护感性圈 考虑了他们的内组啊 那么把他们的这个 你写他的等效嘛 就一定要写他的电压电流关系了 那么这个U是等于U1加上U2的 那么U1呢 有这个R1的成分 有L1的成分 U2呢 有L2的成分 有R2的成分 这都没问题 但是别忘了 电流流过他的时候 会在他上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MDIDT 对吧 那么我这个方向是这么一个方向 所以呢 这是一个正的MDIDT 那么也别忘了 电流流过他的时候 会在他上面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MDIDT 那么也是我这个方向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 把这个式子进行整理 这个代数的和这个微分的整理在一块 我们很容易就得到L1Q等于L1加L2 加上2倍的M 那么这个结论是很容易记的 就是同名端瞬接 同名端非同名端 同名端非同名端 这种瞬接的情况下是加上2倍M 那么类似的是同名端这个反接 那么看 从同名端流进去 会产生一个上负下正的一个护感电压 是MDIDT 但是我们巡行方向是这样 所以呢 它是一个负的MDIDT 这个也是类似负的MDIDT 那么把它整理一下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L1Q呢 是等于减去200M 减去200M 那么这是同名端反接 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要知道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你把就是 这是咱们讨论极限情况 咱们讨论极限情况 你把两个线圈 偶合的百分之百偶合 偶合系数是1的 百分之百偶合的 没有任何漏词的两个线圈 把它反接了 它最多就能够是 把两个词场顶掉了 对不对 它不能搞出一个 你通过这种方式是无论如何 做不出一个负的电感来的 对吧 你无论如何是做不出一个负的电感来 你最多就把词场顶掉了嘛 两个顶掉了 好了 所以你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M 是小于两个字感的一个算术平均 刚才我们根据P的定义 得到它小于几何平均 现在根据这个是得到算术平均 那么再有一点 我们说如何测量这个护感呢 有这个结论 瞬接反接的这个结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容易瞬接一次反接一次 就是把两个线圈啊 瞬接一次 得到这么一个值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同名端啊 我们现在不知道同名端 就是随便接一个 就是这么接一个 然后拧过来那么接一个 就是这么顺着接一次反着接一次 反正某一次是顺的 某一次是反的 一次大一次小 大的那个就是瞬接 小的那就是反接 这个都无所谓 那么我们把那个大的那个 减去小的那个除以4 就是它的护感啊 这个是通过这个很容易知道的 对于拳偶和的情况来讲呢 这个是相同的时候 m跟l是一样的 那么呢 要不然等于4倍的 要不然等于0 就完全顶掉了 这是熟知的一个结果 最后我们来说一点有意思的事情啊 这个是并联 并联的推导啊 我们先假设同名端是在同侧的 二者都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同侧的 那么这个推导过程是 是比较比较冗长无趣的啊 U等于L1Di1DT 那么L2从同名端流进去 就会有一个上正下负的护感电压 M正的MDi2DT 那么类似的 在这边也有一个KVL 那么在这一点做KCL I等于I1加I2 这是三个方程 四个位置数 U I1 I2 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把I1I2消掉 最后得到一个啊 U等于什么什么I 得到这么一个 U等于DiDT 乘以一个系数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L1Q 但是这个东西 你和我都是记不住的啊 你不你也不用在最后那一页纸上写上 那么反击啊 就把这个同名端搁在E侧 把同名端搁在E侧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啊 由于这是一个非同名端流进去 这是一个负号 也是类似有这么一个结论 也有这么一个KCL 你同样也可以消掉I1I2 得到这么一个式子 同样 你还是记不住的啊 就是这个都不用你记 刚才我们说 你需要记那个二倍正的二倍M 负的二倍M 是好记的你就记住了 那么这个不好记的 我们怎么记呢 我们来看 这就是电路 电路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力了 你要很重要的 能够根据式子写出等条电路来 这是我们要求大家能够掌握的一个能力 你看啊 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技巧 把这个I2啊 用这个KCL来替代 I2等于I-I1 把它替代进去 经过化解得到这个式子 这边写个KVL呢 是把这个I1啊 用I-I2带进来 得到这个式子 那我们来看 这两个式子 我观察这两个式子 我就应该能够写得出 对应这两个式子的等效电路是什么 这两个式子都是KVL 对不对 没问题 都是U等于什么加什么 所以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实域 对吧 这是实域 没问题 它一定是什么加什么 U等于 首先是有一个m乘di dt 对不对 一定有一个mdi dt 你下面也有一个mdi dt 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你这个是这画一个m 这是mdi dt 都没问题 然后呢 你接下来不是I1 I2加到一块等于I吗 你是要分两叉的吗 有一个是I1 有一个是I2 对吧 不是这样吗 就是你一定是U等于什么加上什么 这是两个东西 我们现在把一个什么都搞定了 对于这两个式子有个相同的 它肯定是在公共B上 那么对于它来讲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L1-m L1-m 对于它来讲 L2-m 你看 对于这个来讲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啊 我根据这个式子 能够就画出这个等效电路来 你就检查一下 这个等效电路跟你这个屏幕上这个两个黄色阴影的 是一个东西吗 是一个东西 没问题 对吧 是一个东西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把它画出来 等效电路画成是这个样子 你就把这个m 记住啊 记住啊 这个m是一个正的 这里面都减去啊 你得到这么样一个等效电路以后 它的路端这个这个电抗啊 阻抗是很容易的 不就是什么串串病病吗 这个两个病在一块跟它串在一块 你这个这个式子就不用记了 你只要记住这两个病在一块再跟它串 就很容易写出来了 对吧 你都能搞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件事情啊 就是说对于这个啊 这是反着来的 那么呢 你可以推导出这么样一个等效电路 但是你不要记反了哦 同着来的啊 相同在同侧的出了一个正m二折减去 在一侧的出了一个负m二折加 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就是这两个的病连在与它的串联啊 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所以呢 你这个结论也是你啊 不用记的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